在上一个小节里头 我们看到一个电流或者电荷的扰动 会造成这个Vector Potential 或者是Scalar Potential的在空间的传播 那我们如果是去看电磁场的话 那想知道在空间里头电磁场的传播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去推导出 它的相对应的波动方程式 在空间里头传播这个电磁场的时候 空间里头的任意点离这个圆 也就是电荷或者是电流可能很远 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看任意点的话 这个电流或电荷不在那个地方 所以譬如说这个Divergence D等于Low 这个Low拿掉了 然后这个Ampers Low的电流也拿掉 我们只想知道 就是电磁场在空间里头 譬如说在真空里头传播的时候 它是以什么方式在传播 所以我们把这个Source Free的Muscle Equation写出来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Ferilis Induction Low拿来用 就是这个式子呢我在这个地方再乘上一个Curl 变成一个Double Curl of E 然后呢右手边这里会产生一个Curl of H 在这个地方 好这个Double Curl到现在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的 Double Curl基本上跟Vector Laprasian的这个定义有关系 所以把这个Double Curl of E写成这个样子 在这里头呢会产生一个Divergence of E 但是我们说我们想知道 这个电磁场在空间里头 没有电流或电荷的状况之下怎么传播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等于0移到这里来 这一项把它杠掉 所以只剩下这一项 那这个右手边这里这个Curl of H 直接用这个Ampers Row把它给放进来 同样把这个电流 Fisical Current GA的部分拿掉 所以呢放到这里来之后呢 你可以做个整理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呢 你把你把这个 整个把它做个整理之后呢 你也会得到一个 这个Wave Equation 那因为在这里没有电荷 没有电流 所以呢它是一个Homogeneous的Wave Equation 那在这里 1 over u square 这个u已经把它写 把这个1除以με写成u的平方 u基本上就是这个电磁波 传播的速度 它的像速度 好 这是描述电场的一个Wave Equation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描述磁场的这个式子 又是怎么样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Source Free 的这个Musle Equation写出来 那在这里呢 我们从这个Ampers Row 左手把它做一个Curl 的这个Operation 在这个前面 所以呢你会写出一个Double Curl of H 这个右手边这里呢 会产生一个Curl of E 那显然这个同样的 你就是用这个Double Curl 把它给展开之后呢 会得到这个Vector Approaching的一个定义 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会产生这个Divergence of H 这一项 但是呢 因为它是在一个 这个 真空里头 那我们知道Divergence of B 等于0 所以Divergence of H 也是等于0 所以把这个杠掉之后 剩下这一项 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里有Curl of E 所以呢 你可以把这个Faradus Law 把它给放进来 所以右手边这里呢 会写成这么一个式子 那所以呢 你左手边是这个样子 右手边是这个样子 把它写成等号 等号之后 你又整理出这么一个 Homogeneous Wave Equation for H 那所以呢 在空间里头 电场跟磁场 都以波动的方式在传播 因为它们的这个描述呢 都是用波动方程式 就是Wave Equation 来描述它们 而且这个传播的速度呢 就是1除以根号 με 那所以呢 我们再也做个整理 也就是 我们现在知道 随时时间变化的场 其实它会跑 那它跑的这个方式呢 或者是它的这个变化 是由Wave Equation来表示 那电场是这个样子 磁场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这个Wave Equation呢 有个通解 这个通解的形式是这个样子 代表的是这个场呢 随着时间在跑 那它有个波前 这个波前就是T加减R除以U呢 是一个Constant 所以呢 这个磁场电场 都是这么一个形式 那它跑的速度呢 那它跑的速度呢 就是E除以根号με 因为当我设定这个里头的这个 而且这个场在跑是以波的方式在跑 那这个波的方式在跑呢 有一个像速度 这个像速度呢 是E除以根号 permobility乘上permobility 那在真空里头 这个值呢 相当的大 差不多是3乘以10的八十方米 每秒 这是这个小节里头 要介绍给各位的 谢谢